2018年6月25日,创业8年的美团,终于宣布要上市了。 美团在当天公布的招股书显示,美团跌平过去三年的总收入,分别为40亿元,130亿元,339亿元,相应的净亏损分别为59亿元,54亿元,29亿元,亏损似乎正在收窄。 虽然美团官方并没有通过任何渠道,给出预期估值,但美团600亿美元估值的说法,在业界不禁而走,后演变成媒体报道的标准版本。 至于这600亿美元估值怎么来的,还是一个备用烂的套路? 据外媒报道,嗨,好一个据外媒报道,600亿美元不是一个小数目,抱怨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,估值或者市值达到600亿美元左右的企业,只有美团和京东两家,至于滴滴和小米,据多家外媒报道,他们正在寻找800亿美元或以上的估值认可。 我们假设美团的估值或者上市后的市值,真的有600亿美元,那么我会对当前的互联网估值体系的判断,陷入深深的无力感。 京东和美团当然是两家完全不同的企业,但是利比美团强大数倍的京东,同样也是600亿美元左右的市值,这合理吗? 我们先来看最核心的交易额的比拼,美团2017年的交易额是3570亿,而京东2017年的交易额是接近1.3万亿元人民币,京东是美团的3.6倍,几乎完胜。 另外,2017年美团的收入是339亿元人民币,而京东是3623亿元人民币,差距更为明显。 这几年企业的盈利能力逐步成为影响市值或者估值的重要参考模型。 美团2017年净亏损为人民币190亿元,约合29亿美元,若排除可转快可赎回优先股工业价值变动,美团亏损额收窄至28.5亿元。 换句话说,美团无论按照何种准则,2017年依然出现日亏,而2017年京东集团在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,NONGAP的持续经营业务净利欲问答,到创历史新高的51亿元人民币约8亿美元。 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,GAAP的持续经营业务净利欲问,为1.17亿元人民币,不管按照哪种方式计算,均实现了盈利。 美团和京东都是轻资产下重资产模式,京东有超过10万的快递员,美团更有数十万的外卖员以及不计其数的摩拜自动车。 而京东截止2018年3月31日,京东物流运营515个大型仓库,总面积约1090万平方米。 这种类型的资产是美团所不拥有的。 至于科技公司最重要的技术研发实力对比,也可以通过专利的数量来做参照。 今年4月媒体报道,美团专利申请量已超过1000件,专利授权数量接近400件。 专利布局涵盖餐饮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等多个技术领域。 几乎在同时,媒体报道京东在国内外拥有三千多项专利申请,其在仓储物流领域的专利申请,亦每年100%到150%的速度增长。 在我看来,或许美团没有被高说,但京东肯定被低估了。 倘若美团的600亿估值传闻能够实现,那么京东的合理市值也应该在2000亿美元级别。 PS 本文作者丁道师,关于本文所述观点,欢迎来信探讨,微信,DIMGDAOI。